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史上首次 烏軍突襲炸毀俄羅斯SU-57 密蹤型戰鬥機 普京兩愛女喊公開亮相 接班人考驗 收到新郎長輩紅包 半年回家拆開京 全是明朝 王喊快報警 GN-20對決F-35戰機 專家鋪誰站上風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9號 星期日 向大家報告 從6月15號開始 阿波羅網副頻道會恢復視頻日更 因為我們之前被停了盈利 只能從6月16號才可以申請副頻道的盈利 一個月內能拿到結果 感謝觀眾朋友的支持和耐心等待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結尾會介紹副頻道的視頻內容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史上首次烏軍突襲炸毀俄羅斯SU-57逆蹤型戰鬥機 根據烏克蘭國防情報局的消息 烏克蘭無人機打擊俄羅斯境內的阿斯特拉罕地區的阿赫圖賓斯克機場 位於遠離烏克蘭的離海邊 可見打擊距離之遠 但更重要的是 這場打擊還擊毀一架SU-57 即逆蹤型戰鬥機 這將是開戰以來俄羅斯首架被摧毀的新銳五代戰機 防衛部洛格報導 據俄羅斯空軍消息人士稱 這次襲擊是烏克蘭神風無人機發動的 並且確實擊中SU-57的停機坪 這標誌著一個重大事件 代表了SU-57的首次戰鬥損失 6月7日的衛星照片顯示SU-57完好無損地停於指定點 但是6月8日的衛星照片 同一地點已是一片焦黑 雖然沒有直接命中 但是周邊出現爆炸造成的彈坑和起火點 俄羅斯與俄羅斯空軍有關的電報頻道 戰機與轟炸機也證實這次無人機攻擊 頻道寫道 是的 昨天阿赫圖賓斯克空軍基地遭到無人機襲擊 其中三架到達了空軍基地 消息人士進一步指出 這非常嚴重 顯然我軍的先進飛機缺乏足夠的保護 難道機庫比最現代的戰鬥機還要貴? SU-57重罪犯 是俄羅斯武器庫中最先進的戰鬥機 它是一款雙引擎 單坐飛機 具有內部彈艙 並且已確定可以投射長程巡弋飛彈 目前已發現投射X-59和X-69飛彈的記錄 儘管俄羅斯金方聲稱該飛機具有雷達隱身能力 但西方分析人士經常質疑其效果 因為飛機的蒙皮並沒有仔細彌平 仍然充斥了不平整的螺絲孔 而且SU-57的出勤 經常與不具內宗效果的SU-35一起出動 這就完全違反雷達隱身的原意 西方分析師認為 這證明了俄羅斯也對SU-57的 普京兩愛女喊公開亮相 接班人考驗 俄羅斯年度商業峰會 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這三天舉行 今年特別令國際關注的是 普丁的兩個女兒分別在週四和週五公開發表演說 一名中情局前官員透露 姊妹倆罕見公開露面 是普丁正在利用家族關係鞏固資深權力 俄羅斯總統普丁7日到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發表演說 先稱讚親俄國家未來有機會佔全球主導地位 接著批評歐美國家使用的貨幣有害俄國經濟 除了經濟論壇 這個論壇還有個新焦點 就是外傳是普丁二女兒37歲的提霍諾娃 6日罕見公開在論壇上發表演說 她目前任職與俄國軍事有關的技術產業 認為軍工業提升才能增加科技自主 普丁大女兒沃倫索娃以及二女兒提霍諾娃 多年來形勢低調 很少公開現身 綜合外電報導 曾在美國情報局工作過的中央情報局前高級官員馬克思認為 如今普丁願意讓女兒公開露面 這很可能代表她正在考慮死亡一事 馬克思說 普丁女兒受邀發言 看似在分享對職業的看法和技能 但實際上整個節目都是為了提升普丁的形象 普丁渴望重建俄羅斯帝國 他渴望將自己塑造為俄羅斯最有權勢的人 而年輕的女兒對她來說正代表著活力 因為普丁現在已經到了尋找接班人的年紀了 這兩個孩子都非常敏銳 如果女兒能站出來代表她 她絕對會好好利用這點 馬克思還說 這次的商業峰會是普丁對女兒的考驗 不過這次活動對她們的能力而言 會是一個簡單的論壇 收到新郎長輩紅包 半年回家拆開經 全是明朝 王喊 快報警 是習俗 還是內有隱情 微博賬號快樂儲存所分享了一件詭譎事件 一名女子帶著朋友婚禮的伴娘 在新郎家收到南方長輩包的習俗紅包 回家打開卻發現裡面是寫著天地銀行的明朝 當場愣住 女子表示自己是婚禮唯一的伴娘 在新郎家收到紅包後就放在包包裡 婚禮結束後回家打開 竟發現兩張明朝 她強調 紅包從收到後一直在包包內 沒有離開過視線 唯一放下包包的時間是陪新娘穿婚紗去婚禮現場 面對明朝 紅包 女子知乎不知所措 詢問網友 這是怎麼回事啊 有沒有人給我這個招 網友對此分成兩派 一派建議直接問新娘或南方家長 看看是否是習俗 另一派則認為應報警 認為這是假鈔行為 可能涉及法律問題 殲-20對決F-35戰機 專家鋪誰占上風 儘管中方殲-20戰機不斷升級 擁有先進戰力 但專家說 它仍比不上美制F-35戰機 新聞週刊6日報導 首爾智庫韓國國防安全論壇 研究員金明氏說 殲-20的內部燃料籌載量比F-35大 機身也更大 而殲-20的航程和F-35不相上下或更短 此外 殲-20與F-35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無法在內部攜帶空對地炸彈 這是殲-20的根本限制 殲-20戰機2017年浮役後 使中國成為繼美俄之後 第三個部署第五代隱形戰機的國家 仍在不斷升級的殲-20配備了各式感測器 並能搭載中國射程最遠的霹雷-15 空對空飛彈 而它主要的作用是佔取空優 讓中國在緊張的中印新馬拉雅邊境地區享有優勢 最近 在靠印度邊境的西藏日喀澤空軍基地就出現了殲-20戰機 金明氏指出 中方研製的渦扇-15新發動機雖然強大 但性能預料仍不如F-35發動機 去年 就在巴黎航展結束4天後 出現了一片影片顯示 中國殲-20隱形戰機換裝了兩具自製涡扇-15發動機公開首飛 儘管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並未評論 但影片能繼續出現在網絡上顯然是關線 相對的 F-35採用的是普惠F-135發動機 推力超過4萬磅 此外 它有無與倫比的逆蹤性能 世界級的熱管理 以及最先進的整合式發動機控制系統 另一方面 華府智庫二階研究所研究員伊斯特·伍德說 雖然殲-20沒有機炮 或許意味著當初設計就沒有讓它進行空中纏鬥 而F-35較輕 這可能讓它在空戰中佔得優勢 又到週末了 請大家關注我們副頻道的週末更新 最新副頻道內容是 全網瘋傳圖片 終將掩蓋不住的驚人現實 一週之內 中國各大金融機構接連被暴擊 櫻桃潛伏案 報華為行賄方式最隱蔽 給兒子這樣做 當心了在海外生活6個月以上的中國人 我們首先向大家報告副頻道的好消息 感謝訂閱副頻道的朋友們 新增1232位訂閱 達到重新申請盈利的條件了 油管規定停掉盈利3個月 也就是6月中可以重新申請 本週是我們恢復副頻道週末更新的第4週 如果有條件 我們爭取早日恢復副頻道的日更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費勇前進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識別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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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